很多华人父母面临孩子能评读中文 但是不愿意说的难题 这其实就意味着孩子具有语言能力 却不具备交流能力 乔姆斯基在60年代提出了语言能力 是指人具有学习词汇 语法等语言规则的体系的能力 而社会语言学海姆斯 也在60年代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 就是应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 包括传递信息 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 华语孩子要想提高交际能力 具体可以这么做 第一 提高语法能力 这就是要求华语孩子系统的掌握 听说读写的四大方面 最技术的就是能辨别并说出句子 华人父母可以再加多和孩子用中文交流 就能很好地提高这一能力 二 提高社会语言能力 要求孩子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 运用中文进行交流 华人父母可以去中餐厅 去唐人街 回到国内等方式 锻炼孩子的社会语言能力 三 提高策略能力 也就是应变能力 华人父母可以在家多和孩子进行交谈 例如两个关系要好的朋友吵架了 你应该怎么劝说 这种实质性的锻炼 可以让孩子在不同的场合 得体的运用语言 提高交流能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任重而道远 所以咱们华人父母 真的不用过于心急 咱们华人舞台 咱们essä 咱们华人物 好 咱们华人物 剧场